在Excel里面其实有点类似枢纽分析表的作用 当然它不是只是枢纽分析表 它其实有点像工作表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再针对这个Data Frame 可以做枢纽分析表的那些相关动作 第三个就是怎么样 除了我要居住县市之外 我要针对居住县市里面 市台北市的那个乡镇 其实是区 再去做什么 做Groobuy 那这边的话该怎么做 所以根据台北市的话 那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下 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针对的是台北市的话 那请注意哦 第一个的话你可能要分两阶段 这两阶段有点像我们刚刚 在利用枢纽分析表做的 有点类似 就是第一 先把台北市这边点两下 意思就是取出什么 取出所有台北市的Data 把它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第二个呢 再根据这一个枢纽分析 这个跳出来工作表 再去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做什么 再去做根据乡镇去做分析 所以你就得把乡镇拖拉到这边 把值放在这边 一样可以统计出来 那如果在Python里面做法 一我先取出台北市的 所以在台北市里面 如果你要把那个台北市里面的相关值取出来的话 就是根据这个Data Frame里面 它居住县市里面的栏位名称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台北市的 所以第一个先把台北市先抓出来 放在前面这个Data Frame 这个底线台北里面 再利用什么 再利用Glubi 把这个Glubi里面抓出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种有点像 我们先把台北市的先抓出来 再把乡镇部分 就是它的区域里面 再做抗扎 OK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发并日期 哪一天是最接近的 那这边其实就一行而已 就这一行 最后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 针对这个DF底线台北 点发并日 就是在这个Data Frame里面呢 如果它要再去下一层 就是哪一个Data Frame 就是有点像哪一个工作表 在哪一个栏位 在发并日 底下的话呢 我要找出最大的那一个 为什么最大 最近的嘛 那实际上 你可以把那个日期当成一个数字 OK 里面的话实际上就记录的是 它跟那个19001月1号相差几天的那个数字 当然越接近的数字一定越大 那把最近的就最大的 OK 那一天呢 帮我把它抓出来 所以 Printer出来的结果呢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那个日期是哪一天的 最后的话 当然 这一题我印象中 好像又要把它存档 存档的话 我刚刚有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什么 DF 底线Type 如果你要把这个 最后你做完的结果 把它存档的话 那你可以to Excel 给它一个Excel的档名 然后比如说 out305 dxlxxx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 我这个Type的这个资料 把它输出成一个那个Excel档 这边有一个305 然后把它打开来 其实就这个 这里面的话 只有台北的部分 OK 没有其他的资料 OK 所以请各位呢 试着把那个305这一题 两边都试试看好了 就了解一下 在Excel里面呢 我们如何利用枢纽分析表 做出我们的需要的那个表格 我们的表 跟我们要的图 图的话 你可以用枢纽分析图 就可以马上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一样的道理 可以把它再转移到那个 就是Python里面 主要就是利用几个比较重要的那个方法 Google Source Value 这个Source Value 这个前面用过 另外的话 还有你的后面 前面几个 Head 刮户 最后的话 日期哪一个最接近 当然你可以用Max 如果哪一个最远 那当然你就用Mini 其实这些函数的话 在他的官网里面也都查得到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好 那 我觉得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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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